我明明不痛 要去剝自慰恥 但剝完之後 但沒用 真的浪費了幾千元 口水多過了 等你埋葬 你最討厭自己是甚麼 最討厭自己是這個 經常都三分鐘熱度 是嗎 有些甚麼 例如之前很多 運動不是嗎 要很堅定才可以做到 唱歌不是三分鐘熱度 對 其實有些可能 其實你不是 你很堅持 對 原來我是一個這麼堅持的人 不是憎恨自己三分鐘熱度 憎恨自己懶 你懶嗎 好 想到了 想到了 就是不回覆的訊息 很沒禮貌 對 都只是會回覆的 我會生氣的 說你也會回覆的 你選別人來回覆 不是 我沒有迫你 對 這個很困難 我的同事都會說 為甚麼不回覆的訊息 為甚麼不回覆呢 因為有時候很想回覆 然後在做事 一轉頭就馬上忘記了 真的會忘記了 沒有甚麼 應該是憎恨自己的記性差 記性差 對 超級差 我們好像幫你 對 我在找到目標 多謝大家幫我今天探討我的人生 如果不是性格的憎恨 例如外貌有甚麼你最不歡喜呢 大小的臉 是嗎 你大小的臉嗎 又可以修理的 有些肉 是否大小臉 不是很好笑 我明明不痛 就是去剝自為恥 但剝完之後 但沒用的 真的浪費了幾千元 那也要剝的 可能明明不用剝 你剝了一遍嗎 剝了一遍 那當然是大小 不是 就是剝大一遍 他打算剝完之後會小 誰知剝完之後也不小 對 真是浪費了 如果他再剝那邊 那邊再剝下去 更冤枉了 這是一個大件事 OK 你最討厭人是甚麼 我最討厭人是遲到 你自己是否遲到 我絕對不遲到 我是非常準時的一個人 是首時會遲到 你現在拍戲 其他同事有沒有遲到 我太久沒有拍 笑而不語 有的 是嗎 準時 少許準時 還是少許遲到 即是沒有甚麼不乏位 甚麼意思 不是很明白 明明早一點 大家可能會比較平衡 可能有些會講頭講命 那就大件事 那會怎樣處置 譬如監製那些會怎樣處置 有沒有刀姐那些人會發聲 沒有 究竟我們在等甚麼 對 我會開玩笑地說 吃個早餐先 不如這樣 關你甚麼事 嚇死我 蛇蛇蛇 不如這樣說 有時候希望大家會守時 其實真的很困擾 不過如果我遲到過 對不起 你又怎樣 你也有遲到的 我先補一句 你又說你準時 有時塞車的沒辦法 那你就預早點出門 沒辦法 有時前面撞車都被害 即是你等的期間 如果早知道有人遲 你就真的舒舒服服吃完早餐 時間遇得好些 多數都會吃到早餐 而最重要 我覺得遲到的人 我寧願你老實 打給他 扔一彎就到就到 你就到時我又要在現場等你 如果你說我三個字才到 那我去廁所吃個早餐 你預算我 又遲到又騙是最討厭的